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na 我們今天就回到Alina的小廚房了 我們今天要煮的就是韓式豆腐湯 跟以往一樣很簡單 切一下 煮一下 加點醬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首先我們有洋蔥 然後我們有適量的豬肉碎 如果你有新鮮的蔥就最好 如果沒有新鮮的蔥的話 我平時會把蔥切好 然後放入冰箱裡急凍 隨時拿去用也可以 還有 蒜泥 還有 韓式大醬 韓式臘醬 還有 豆腐 還有 雞蛋 開始 首先我們把洋蔥切粒 然後我們來醃一下豬肉 首先我們放一些料酒 然後再加一盒 的醬 加少許鹽 再加少許糖 然後我們就可以拌勻它 肉碎的話 我通常都會用半肥瘦 這樣炒出來就會更香 然後加少許蠔油 我們現在首先要做一個 辣豆腐湯的一個湯底 因為它的湯底的話會有些肉碎 所以我們就先做這個肉碎的 醬汁 拌勻它之後就可以放在這裡 等它自己醃大約十分鐘 加少許油 再加少許油 加少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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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肉基本上已經熟到七七八八 然後我們就可以了 把它損回一個碟裡 好了 煮了這個肉就在ording 然後我們要放些蒜 然後搓澱 再加一點辣椒 這個時候就要放蔥了 炒到七七八八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肉碎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加韓式辣醬 加完韓式辣醬之後 我們就要加韓式大醬 半殼的韓式大醬 因為大醬和辣醬已經夠鹹了 所以我們除了醃肉的時候 加了少許醬油糖和鹽之外 再炒的時候就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調味 就這樣看都很好吃 我都可以直接來拌飯吃 那我們的韓式辣豆腐湯 裡面的湯底的肉就已經完成了 很軟了 OK 其實就沒有味道了 我把麵包拿起來 我把麵包拿起來 好,那我們吃東西吧 開動吧 他在笑我 他在笑我 我不客氣了 我要吃 開動吧 很好吃啊 快點吃吧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留言、訂閱、分享一下吧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